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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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黃占 我是今晚這個 實用晉升學院主辦的 益智talk show 的主持人 到現在呢 是第四場押 第一場是葉麗兒講的 如何面對疫境 第二場是蔡蘭講的 如何減壓和享受人生 第三場剛剛講完的 是高智三先生講的 是如何在商業社會適者生存 到今晚是最後一場 我們請到香港新一代的跨傳媒人 谷德超先生跟我們講 如何跟大家溝通 溝通能力 是否真正的話題 我們非常之榮幸請到谷德超 來做我們這個壓軸 talk show 的主持人 谷德超呢 是我認識的年輕人之中 轉數最快的一個人 他短短在他加拿大 是西門菲薩爾讀完全理和經濟 回來香港 九一年回到香港 是短短的九年之間 我們看到他所有的成績 他已經編了很多十部戲 也都度過四部戲 我相信以他這樣的年紀 而度過昇爺 又度過龍大哥 是全香港只有他一個人 他現在做的工作 在傳媒大家都看到的 你打開報紙 打開雜誌 又看到他的文章 按了電視 你又看到他在主持著節目 還不止一個台 一陣就無線 一陣就有線 一陣又在電台 全部都看到他的 他是一個 我們認為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成就的新一代 今天呢 他是傾全力為各位講這個問題的 他做的功夫做得非常之足 他不但是將他 他最短短的三十多歲的人生 所有經驗 是全部做了一個總結之外 他還參考了很多名家的著作 他看了三十多本書 特地為他這個講述做準備 然後將他學回來的那些東西 再將他的人生經驗都加起來 所以這個講述我和他重演過幾次 我知道各位一定會 是覺得很精彩的 再說一次 我是非常之榮幸 我們可以請到谷德超 來為我們主講這個押族的talk show 有請 谷德超 你很多粉絲 歡迎大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谷德超 謝謝詹叔 太誇張了 還有很多朋友正在進場 不要管他們 我沒有說鬼叫遲到 大家吃一塊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問有沒有哪位是 今天四場show 看了這麼多場 四場的 咦 嘩 沒什麼 為什麼會看完四場 真的有人看完四場 是否真金白銀四場 是呀 沒有地方去得那麼緊要 但是知道有東西要待 前面那三場覺得 娛樂性之外 帶不帶到一些東西 有 很暗淡 你真的帶到 因為只有幾個人 希望這一場都做到這件事 我想了解一下 大家這裡是做事 當然讀書多 有沒有哪位在讀書的 一位 幾位 可不可以 舉手 還在學的 還在讀書的 大部分在做事 今天都有說一些 關於做事方面的事情 其實剛剛大家已經在溝通 不過大家還沒溫暖 溝通得一般 其實嬰兒子一出生 因為基本上就開始溝通 嬰兒子一出生 做甚麼 哭 甚麼都不懂 哭 哭代表我出生了 我呼吸得很好 通常媽媽都是看電影 嬰兒子一哭她就 她又哭 要不就 終於出生了 要不就慘了 終於出生了 要不就養了 嬰兒子慢慢長大 她開始學一些更加複雜的語言 她開始說 爸爸媽媽 戒戒 奶奶 更加開始學說粗口 會說粗口的小孩 真的很可愛 接著她們會更加說一些老跡的東西 我前幾天遇到一個小孩 三、四歲 她叫我入多一點新紅肌 很厲害 你真是幫忙 好了 嬰兒子慢慢長大 她開始學一些東西 就開始用電話 電話 用無線電話 去跟別人溝通 後來開始上網 好像這些科技 會令到她 溝通得越來越好 但我覺得不是 因為 基本上你只不過 跟機器在溝通 溝通最重要是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二十一世紀 未來的文明科技 我不覺得會帶給我一些 溝通上面什麼的避憶 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玩網 好像跟全世界 溝通了 好開心 但你遠一點看 你只會看到一個小孩 站在房間或是小妹 一直對著夢 嘔嘔嘔 嘔嘔 咸嘔 好啊 溝通是要跟人與人之間 發生溝通 因為溝通其實裡面 包含了很多東西 包含了意義 了解 情感 慾望 需要和想法 放心 這些不解釋 你們明白了 否則會有段時間講 有很多人說 要溝通 很多人天生 我本身說話聰明 溝通得聰明 那就聰明了 我有缺陷的 例如 我的聲音很壞 放心 說聲音壞 沒有人比黃毓民壞的聲音 哪有人的聲音那麼壞 但他還是每天說的 或者有些人說 我有香音的 不要緊 要練吧 你看看黃飛小姐 或者劉嘉玲小姐 人家很努力 現在練到很好的廣東話 有些人說我咬字不正的 咬字不正 你內容厲害就行了 看我們的鄭大班 這麼多年來 他都是把我們的香港說成 康港 康港這樣就不行了 但仍然是最紅的評述員 有些人說我漏口的 漏口也有得練 我認識一位長者叫胡楓先生 胡楓先生是漏口的 但他可以練到一開機對著鏡頭 我就不漏了 平時就變成這樣 一開機就沒事了 另外占叔也說過給我聽 有位黃室人員本身也有漏口的習慣 而他也練得好 那個是伊麗莎伯二世 即是現在的英女王的爸爸 英王佐治第六 他那時候是漏口的 他就是要練到自己不漏口 他有一個方法 就是含著石春 天天走到海邊那裡喊 結果是因為這樣練了年紀 他以後都不漏口 當初占叔和高先生找我來講 這個關於溝通的談話 我聽完之後想一想 錢不是多 但我覺得 我自己不夠信心 但這個題目是很好 溝通很重要 因為我剛剛說了 現在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他真的要是溝通得不太厲害 但或者是他放棄了溝通 他只是去打機 聽網民就算了 我覺得溝通是一件法寶 你掌握了之後 你會發覺你做事容易很多 如果大家沒有想著 在這個社會繼續生活下去 那是沒有問題的 不用學或者不用掌握這件事 但若然是想著繼續走下去 你掌握了溝通的技巧之後 你會發覺你會好處很多 你會方便很多 你的人都會開心很多 在今晚我不打算跟大家 討論一些很學術性的理論 因為我都不懂 我反而會將一些書本上看到的東西 通過一些經驗 通過一些我自己的實例 去跟大家談一下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晚上 不是晚上 聽完之後你就會發覺 咦?好像聽過了這些東西 對的聽過的 但是你會發覺聽完這些經驗之後 可能你肯去實踐 你肯去走出第一步 今晚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 我就會很高興了 大家坐定定 我們開始就開始了好嗎 在溝通的範疇裡面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 但大家一路都忽略了 這件事就叫做 listening 英文來的 中文叫聆聽 英文裡面的 I can hear you 和 I am listening to you 是完全兩個字 就等於中文的 我聽到你說話 和我聽著你說話 很多時候聽話 跟別人說話 你明顯地看到那個人是左耳入 右耳入 一個字都沒有留下來 那那個人就不在那裡聆聽 那個人只不過聽到你說話 志加哥有一班行政人員 大約一千人左右 他做了一個統計 課題是聆聽對工作的重要性 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他發覺他做事的時間 原來有八成是要麼聽的人說話 要麼就是自己告訴人 另外发现自己工作上很多错误 原因都是来自听漏了东西 或者听错了东西 而结论就是 聆听是他们公司里面 现在最重要但是最弱的一环 明尼苏达大学 很多这些东西的 明尼苏达大学有几千个学生 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被人递走去听一些短的讲座 听完之后 一听完之后立刻问回他们 大部分只能记得一半的讲座的内容 另外弗罗里达大学 和麦之根州大学 跟进了这个研究 发现大部分学生在两个月之后 只能记得四分一这个讲座的内容 然后数据显示 普通的人听完一些东西之后 愚募以外八个小时之内 就会忘记了一半 但是这一半通常就可以维持半年左右 为什么我们听话会这么弱呢 要追索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制度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主张我们看和讲的 他们以为会讲就胆听 会讲就胆脱会听 或者会看就胆脱会听 其实不是的 小时有没有被先生这样说过 谷特超 给点心思听书 谷特超 要留心點聽書 沒有一個說過給我聽 怎麼可以留心點聽書 沒有一個說過 可以怎麼用心點聽書 我想在這裡 我們首先一起測試一下 大家自己的聆聽能力 好嗎? 在入場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得到一張紙嗎? 給大家一些燈 請你拿一張紙出來 有筆就拿筆 沒有筆就咬損手指 麻煩 這裡有十條問題 我們一起做了它 每一條問題 最高分是五分 看一看大家上去 最高分是五分 最低分是一分 你如果覺得自己好是這樣的 就給五分最高分 普通是兩三四分 最低就是一分 一起做吧 好嗎? 第一條 你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總是盡量爭取 跟別人一樣 這麼多的講話時間 人說這麼多 老虎蟹我也說這麼多 給分吧 第二條 對於別人說話 我經常都感興趣的 第三 我從來不截停別人說話 有個很好的例子 大家沒人聽嘩嘩嘩的 這裡 李歷詞是全香港最喜歡 截停別人說話的人 第四題 即使不太喜歡說話的人 你都會聆聽對方的說話 第五 對方的性別 年齡 對於能不能夠聽得進去說話 是沒有直接關係 他男好 女好 年輕人好 長者好 你都覺得是可以聽得進去的 第六 不管你認識不認識那個人 所有人的說話 你覺得是有值得一聽的可聽性 第七 當人家說話的時候 我會放下手裡做的事 香港人很怕同一時間做一件事 通常你說話我先坐下手指 順便聽一下電話 打一下機 你會不會等下你做的事 來聽別人說話呢 第八 不管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一定會看著說話的人 並且專心聽他說話 第九 我會用一些問題 或者身體語言 來表示對說話的人的鼓勵 暫時你們不用問我問題 我夠鼓勵 掌聲是最好的 第十 即使不贊同對方的說話 我仍然是尊重每個人 都有權堅持自己的看法 十條問題 大家給了一分沒有 中間四眼哥哥幾分 加起來 加起來 不要成 大家儘量加加自己的分是幾分 三十八分 其他的呢 不如我答案給大家聽 如果你的分數是四十五至五十分的話 你是一位超級聽眾 以下你下來的一部分 不是很關你的事 如果你是四十至四十四分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聽眾 如果只有三十五至三十九分 你基本上經常出現聽漏話的情況 而三十五分對落 就給點心機聽以下這部分 因為呢 你很需要學一下怎樣叫聆聽 我在這些書本裡面發現了一件事 不是說嚇你 又來了 那些名字 美國的田納西州 公立小學和中學 他們已經有這個聆聽的訓練課程 而在二十幾間很主要的大學 也都有提供這個聆聽的課程 相比之下 我們香港是非常之差的 香港是特別弱的 去表達自己或者跟別人溝通 很多時候你去看一些新聞片 你會發覺呢 你會發覺呢 按鈕給那些人說話 他們會 我沒有意見 對不起 我走了 外國那些給他一個咪咪 哇 說得不停 香港那些 你最多說的是 打風的時候上不了船 就不停說 但是不知為何打風是要上船的 年輕的那些看勁歌金褲 就坐第一行 但一有攝影機過來就先遮住 不太明白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們太外面子 所以溝通這件事 對我們香港人特別重要 我先撇開了少許聆聽這件事 就是有個訪問 就是盧永仁博士說 他說溝通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目前誰打工仔想得到晉升的話 溝通技巧是很重要 他說目前現在香港的社會裏面 要提升自己的溝通技巧是最重要 因為就算你怎樣聰明都好 你都要告訴別人 你是聰明才行 所以聆聽是溝通裏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聆聽能力主要決策在聆聽集中能力 聆聽集中能力是什麼呢 平均每個人一分鐘 廣東人或香港人 講到二百多個字 二百六十個字左右 西人因為英文比較長 但是我們的腦裏面是有一百三十億個腦細胞 於是乎呢 我們每分鐘的腦的運作 是比我們需要接收的二百六十個字很多的 於是乎形成了我們的腦裏面 就多了很多一些東西叫做腦空間 我們不懂得善用地怎樣去利用這些腦空間 我們未受過訓練 於是乎人家一邊講話一邊聽 那腦就一邊開始想其他東西 那就形成了游魂 如果還不明白的話 我打個譬如 例如 現在要將尖沙咀的鐘樓 拆石 觸鉤石 拆下來 通過貨車這個運輸工具 搬到中環那邊重建 我腦裏面想傳給大家的訊息 就是尖沙咀鐘樓 通過語言 即是貨車 不是貨車即是語言 就運到中環了 如果你的腦裏面沒有跟著一起運作的話 運到中環你就慘了 得到一堆廢石 你一定要有意識地一起去跟隨這件事 才能聽到的東西 一起去重建這件事 你才得到尖沙咀鐘樓 整個大片出來 大部分人聽人說話 聽了沒多久 就開始猜到別人的說話 究竟想說些甚麼 或者結論是甚麼 有些人說到一半 你歷詞之流就截著別人說話 企圖幫對方絕要 更壞的是不理別人上一句說甚麼 自己在那裡說下一句 例如我有一天跟你說 我那個人去蘭桂坊玩 我第一站去九七 九七裡面 好了 你們聽的那些 由於有些人去過九七 他們就開始想 九七裡面很多女生 我上次來不是見到一個多漂亮 叫甚麼名字 叫甚麼名字 叫Mary 我拿了電話 電話去哪兒 糟了 那袋子在哪兒 在那兒想 在那兒想 到你走出來的時候 在這個片段裡走出來的時候 你發覺我去了灣仔宵夜 你已經錯過了我大部分想說的東西 由於你想追回我想說的東西 你根本上越錯過越多 心情也會影響你的聆聽能力 喜不喜歡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例如你是一個完全不喜歡看足球踢足球的人 對方跟你大講足球 悶到想死 於是你的腦就會自動停下來 一句都聽不入耳 平時跟朋友聊天當然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有些時候 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很需要聽對方說話 但那些事你沒有興趣 於是你也要訓練自己的腦 去接收他說的話 大家記住 你聽人說話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直聽 一直猜人說什麼 又或者停留在某一個片段上面 自己不出來 盡量應該聽完整件事 才慢慢歸納對方所說話的大圖片 大部分的對話 或者對方說話 是不需要死記的 你最重要是明白 靈聽是不單止用一對耳朵 最重要是用心和腦 大家若然想練習一下 怎樣用心靈聽的話 我私人有個很好的習作 就是認識一些外國的朋友 我覺得這麼多的國家之中 我最喜歡認識日本的朋友 尤其是日本的女性朋友 日本的女性朋友比較可愛 可愛 由於他們本身英文 不要說廣東話 英文不會太好 而我自己本身對日文 都是認識一些 Sushi Uni Yamade 多句都沒有 於是我們去聊天的時候 我就要很用心去聽她說些什麼 我們用盡一切方法 身體語言去跟她溝通 每次知道對方想說什麼的時候 大家有很大的成就感 我試過一次 認識了一個日本的女性朋友 我想告訴你大閘蟹很好吃 我想請她吃大閘蟹 說了很久 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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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很久 後來我放棄了大閘兩個字 只是想說蟹而已 都是這樣 都是不明白 到後來終於搞清楚 原來日本人的蟹不是這樣的 日本人的蟹是這樣的 日本人的蟹很漂亮 沒有我們的蟹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覺得通過這些你和朋友的聊天 你迫著要自己很用心去聆聽 腦一定要跟著去運作 100%用完你的腦空間 自自然然慢慢 你就會容易鍛鍊得到 你很善用你的腦空間 用心去聆聽這件事 至於怎樣可以找到日本的 那些Kawaii的女性朋友 就不在這個課題裡面了 蘭桂坊的九七可能是有的 有的話預我一個 麻煩你 接下來 我想跟大家談一下 怎樣去跟別人相處 跟別人交談 怎樣去表達你自己 要表達你自己 最簡單就是講話 或者通過文字 但是還可以通過你面部表情 和身體語言 所以想表達你自己 你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想表達你自己表達得好 你一定要很熟悉你的腳 這副叫做腳 我這副叫做肥腳 你一定要跟你跟你跟你做一個好朋友 不要跟你跟你做敵人 在這裡要動就不是我的專長 在這裡我想介紹一位朋友 他擅長的東西叫做身體 很笨啊 身體 他拿了無數那麼多獎學金 讓他有機會去到外國 例如英國、法國和荷蘭 跟一些大師來學習 他曾經為香港演藝學院 做過客席戲劇導師 TVB藝園訓練班 也做過表演默劇的導師 即是抹槍那些 拔繩那些 後來更加被邀請了去倫敦的 Philip Gaulia 學校做形體導師 不是紅酒的名字 是學校的名字 他對自己附近非常非常熟悉 大家給點掌聲 詹穗文先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谷德超會找我 因為我不認識他的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他說 Jim 我想找你跟你針一些東西 於是我就回到電話給他 我們就開始針了 那針針一下的時候 我想推他 因為我覺得 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我不是很懂得怎樣去講 講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剛才也說 我只是懂得身體 不是很懂的東西 不過我又覺得 這個talk show 有一些很特別的意義在這裡 我就嘗試想想想想 有些什麼可以讓我附的 可以清楚一點給你了解一下 那我就想了一段時間 於是我就跟自己說 我只是能夠分享一些很簡單的經驗 這些經驗呢 你和我都一定應該分享過了 那我講第一個經驗 還有我會和你們做一個練習 第一個經驗就是 在我八九年 即是十年前左右 我和三個朋友一起去歐洲 背著背包去旅行 我們去到西班牙 去到一間一星級的酒店 我們就見到那個掌櫃 我們就跟他說 我說 Hello We three people Want to stay in your hotel How much does it cost? 很棒呀 那英文是嗎? 那他的反應就是 Cromote Aracentron Vitorovan Tilita Motoro Kachetron Pintabrento Brando 我當時我不懂得反應 那我的直覺反應就是 我講的英文不夠好 於是我就重複再講多一次 We three people From Hong Kong We want to stay in your hotel How much does it cost? 那他跟著就跟我說 Aracentron Billy Aracentron Granten Billy Aracentron Mentona 那怎麼辦呢 於是我就放棄了 我就跟他說 我們 三個 背著背包 好累 我們想睡在你家酒店 多少錢 接著他跟我說 Aracen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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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在紙上寫下幾百元一晚 於是就令我想起一件事 原來溝通其實我們是懂的 透過我們的身體我們是懂的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靠語言 有時候我們太過依賴語言 就好像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我們父親一樣 當我們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會自自然幫我們去表達 但是香港實在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地方小 乘車我們就是這樣的 我們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打算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對我來說影響非常深 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的名字叫做 Idariano Farafino Dacatino Idariano Farafino Dacatino 各位聽上去你覺得是一個什麼語文 意大利 跟Spaghetti 和Pizza差不多 沒錯 這個是一個很出名的 一個意大利的導演 他開了一個工作坊 我有機會去參加 我就去到了 他就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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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中國人是否從香港來的 你來做什麼 我就跟他說 我們來學習 我們來學習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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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學 fim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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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的,我們這些香港人,中國人很厲害 有Bruce Lee,李小龍,有Jacky Chan,成龍,很厲害 於是他就和我做了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呢,現在我要和你做 很簡單,大家留心 這個練習呢,名字就叫做Italiano Farafino Dacadino 就是說,如果一會兒你聽到 Italiano Farafino Dacadino 叫你做一件事,你跟著他做 譬如說,Italiano Farafino Dacadino 請大家舉手 所有朋友,現在請你舉手 Very good,OK 不要放下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你要什麼時候放下呢? 就是要聽到Italiano Farafino Dacadino 叫你放下你才會放的 現在Italiano Farafino Dacadino叫你放了 好,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練習,這個練習最難最難的呢 就是如果你沒有聽到Italiano Farafino Dacadino 的命令呢,你就不要管 就是這麼簡單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心裡都想 哈哈哈哈 Easy, easy, easy 於是我就闖禍了 我們看看你們有沒有闖禍 我現在試一次和大家做 不過,我知道 這個香港是一個英國殖民地以前 我們英文比較熟悉 對意大利文比較一般 改了它簡單一點的一個短寫 叫做Dino 所以Dino叫你做什麼你就到 Dino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 沒有Dino的命令你就不要管 就是這麼簡單 明白嗎? 明白 OK,good 那我們一起來 好,Dino請大家舉手 Perfect,好,放下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Annie 哈哈哈哈 不 fent castle 哈哈 鲜叔你先举手 哈哈哈哈哈哈 ling the anght 哈哈哈哈 好,Dino叫大家放手 劉森,Dino叫大家举起雙手 放下 開始聰明一點,好,先放下 Dino叫大家放手 一起,一、二、三,舉 Bao,Bao,Bao 不要小看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其實告訴我們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錯是不要緊的 因為這個才是我們真真正正的身體的反應 有時我們太怕錯了 令到我們自己身體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我們禁止不讓他錯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令大家更加體驗到這個練習的寶貴性 所以我會請五位朋友上來 上來跟我們做一個第二個level的這個 Italiano Farafino Dacatino 如果你覺得你隔壁的那個朋友 是一個非常之 sensitive的人 請你舉手指他出來 有嗎? 好,後面有他了 好,請你出來 非常之好 給他一點掌聲 尾尾那邊有 好,請你上來這位先生 我們一起給他一點掌聲 多謝你這位小姐,請你上去 多謝你這位小姐,請你上去 我這裡有一位 請請請請 誰位? 請請請 非常好,請你上去 請你上去 請你上去 是是是是 謝謝,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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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是,你好,這位小姐在上來 哦,OK 但是我忘了做一件事 不好意思,我經常都忘了 就是他們需要… 你們有沒有帶錢包上來? 沒有,你有沒有? 你拿錢包出來 這裡人那麼窄,你有沒有帶錢包上來? 你拿錢包出來 是,打開它 有沒有20元? 哇,很多20元 麻煩你跟我拿著這張20元 你借一張,好嗎? 我借了,不如,好嗎? 好啊,你借一張來 夠不夠? 夠啊,這位先生很多20元 好 經濟能力不錯,來看這個數的人 好了,好,麻煩你 那20元如果你欠誰 你稍後給他就行了 但是你當這20元是你的 現在你給我這20元 多謝,因為這個練習是要收學費的 變魔術了,變 然後,我找了一個 但我會有一個 然後,我找了一個 很好看 所以,裡面又有一張 20元的利士 或者我入錯了 那這個練習是怎麼做的 很簡單 一會兒,我會和大家一樣 和他們五位玩 Itariano Farafino Dacadino 我手上有一頭的利士 那就是說,如果一會兒 譬如這位小姐 我說,她做對了 譬如我說Dino請你舉手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舉手還是不舉手 沒所謂的,你喜歡的 你舉手,他做對了 我給他一封禮儀 譬如我說Dino請你放手 他又做對了 我又再給他一封禮儀 發達了,是吧? 好,你先給我 當你這樣的時候 Dino沒有叫你給,你給呢 你要給我 好,你再舉一封禮儀 不,我先說不玩 現在舉起手 對了,那你又給我 所以你們要留心 所以你們要留心 好,我要借多個咪用 是 好,Dino說這個練習正式開始 謝謝菊仔 好,我們先退後一步 是 再退一點好不好 因為那邊那些看不到 那邊那些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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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我是無意幫兇的 你無意幫兇 無意幫兇的 不,那邊那些看不到 那邊那些看不到 那邊呢 沒有 OK,先放下 我真的不玩 我真的不玩 Dino說放下 Very good 好,看下一步 小姐,你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 Dino問你有沒有? 沒有 Good 真是假的 Very good 好 Dino問你今天看了多少場? 三 WOW 為什麼不看第一場? YESO 好,這位哥哥 你叫什麼名字? Dino問你叫什麼名字? Omi 你現在有多少封禮事? OK,先看著我 好 好 OK Dino請大家跳一跳 再跳 那沒辦法了 OK,我們一起給他們掌聲 好 Dino有沒有叫你們給掌聲? 是嗎? OK 多謝各位 但是小小小意思都是一個利是 多謝你們上來陪我們 不是Dino說送給你們 OK 多謝,多謝,好請你們下去 謝謝 好,給大家一點掌聲 那麼多位 還不是 我差點又幫他忙 焗得車 對不起 Dino說Dino這個練習就做完了 我們多謝他,我們給大家一點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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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兒有些工作人員 會安排一些利是給大家 她不見了很多剪 她看了三場再不見了很多剪 是的,不行不行 這件事 要給他 立即要給他 我只是想過一過 過氣 過氣就沒事的 這裡啊 我啊 我也是工作人員 但是那個理事真的是你的 多謝你 多謝你 謝謝你 好 阻礙大家的時間 不過這個是一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練習 就是了解我們的身體 是從發現開始的 我們發現 原來我的反應是這樣的 遲些我們再講多點時間的時候 我們才會跟大家 看看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的身體究竟在做什麼 多謝大家 給點掌聲 阿占 大家放心吧 在接下來阿占再會出場 而我就很不放心 因為發覺大部分掌聲都是給了他 死定了 好了 回來繼續講下去了 大家對自己的身體應該有了一定的認識 我們可以談一下怎樣跟別人溝通 怎樣待別人接密 怎樣交朋友結友 首先我想說一件事叫原則 這裡在座有沒有哪位是沒有原則的 不要舉手 麻煩你 大家都有原則吧 真的有 我自己的原則呢 就很簡單的 經常聽到人出街說呢 或者去玩的時候 求財還是求氣 我總是這樣問的 或者你是求氣還是求開心 我就求開心的 所以我定了自己的原則 叫積極求其 就是抄這個香港經濟的一個策略 叫積極不干預 什麼叫積極不干預 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實不是說所有東西都很積極地不去干預 而是所有東西都很積極地去想 很用心去想 想完之後盡量不干預 那對上那次就干預了 那我的積極求其呢 就是所有東西都很積極地去做 很積極地去想 而結果就隨便了 因為結果的東西 太多其他東西可以左右得到 另外一樣就是 說笑怎麼說都可以 說家人就不行 這個一定是 第三樣就是呢 做事我們經常會爭吵 怎麼爭吵都可以 針對事沒有問題 針對人就不行 例如 我一個老闆跟我說 Wincent 我想搞到文藝大悲劇 哭苦哭忽 哭死人的 你搞起劇 你擅長搞起劇 這個戲不是很適合你搞的 沒有問題 這個是針對事 如果老闆跟我說 Wincent 我想搞到文藝大悲劇 哭苦哭不 哭死人的 你這麼胖 不適合你搞的 這樣就不行了 那你是針對我人 是針對我肥 我就是老虎龍來爭 爭老底可能都是輸的 但是我也會爭下去 如果大家確定了自己的原則之後 只要有在日常生活 遇到一些東西 是不違反你的原則的 基本上是無需去動氣的 沒什麼所謂 但若然你做到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可以成為一個很平和 沒什麼靈覺的人 除非各下的原則寫出來 整本電話簿這麼厚 那我沒辦法了 每樣都違反你的原則 不是吧 在大家設定了自己的原則 很堅持知道自己的原則 是什麼之後 我們可以講一些關於技巧性的東西 來一些很多人害怕的東西 有十樣東西很適合做的 山暗小燈才能看到 山暗小燈才能看到 適合做就叫做儀 禮虛即贊勝 雪口固同拜 什麼像佛經那樣 那些波耶波羅咪這樣 波耶波羅咪這樣 好了 逐樣講講 禮 咦 這麼響的 禮 禮 即是禮貌 什麼都不要說 做人有禮貌 我們見到一個瘦仔 我們都會說 年輕人叫叔叔 如果年輕人叫叔叔 那我們很開心 如果年輕人叫叔叔 叫叔叔 叫叔叔給你吃 叫叔叔 是不肯叫的 你心裡都會說一聲 這麼沒家教的 年輕人 我們都不想被人說 我們沒家教 我們先稱呼人 每個人都有個稱呼 例如黃占先生 不熟的可以叫聲黃占先生 熟的我們可以叫聲占叔 每個人都有他的稱呼 你稱呼了他 代表你尊重他 你可能會說 喂 別人的洋人 兒子叫爸爸都是Peter 這樣 洋人來的 紅蘇綠眼的 我們中國人 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 就要走這一套 要講有禮貌 那些麻煩 謝謝 你好 通通代曬 不閒就說 起床就說 這些說的又不痛 又不浪費力 但是聽過的人 就會覺得很舒服 如果見到熟口熟臉的人 在你家附近 乘巴士那些 但又不懂 嘗試主動些 跟別人說一聲 早晨 如果不是早上見到 那怎麼辦 那些午安 晚安 那些好像拍戲才說 別管那麼多 都是說早晨 夜媽媽見到 早晨 我們拍戲 無論是開日班好 夜班好 大夜班好 半夜三更 每個鬼的樣子 都是早晨 聽到早晨 很舒服的 聽到早晨的感覺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 跟別人說第一句 喂 這樣 早晨 很開心的 聽到早晨的感覺 有一個很開始 一段友誼 如果晚上遇到那個人 跟他說一聲 早晨 他笑 笑就對了 笑我就入了 老友 最難就是令人笑 一笑就可以開始聊天 一笑了 大家那段 所謂那個Ice 就會破壞了 以後就好辦很多 大家不妨嘗試一下 主動些人說一聲 早晨 不如就從這裡開始 大家一起說一聲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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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記住這句話 日光日白好 晚上好 早晨 採你都傻 有些人會說 喂 我跟他打招呼 他不採我 我豈不是好魚 喂 你們禮貌做到足 你跟別人打招呼 他不採你 是他沒有禮貌 什麼時候輪到你魚 是魚都是他魚 所以你做了你自己的本分 做了禮貌之後 根本就不需要介意 別人怎麼去看 禮貌也都包括了一件事 這個叫尊重 叫尊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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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別人絕對感覺到 你絕對可以選擇 不跟一個人溝通 但是你不可以選擇 我又跟你溝通 但是我又不尊重你 有很多年輕人 都覺得自己很反叛 很有性格 在這裡我想告訴大家 有性格和沒有禮貌 絕對是兩件事 不是沒有禮貌 就是很有性格 我沒有禮貌 很有性格 神經 現在圈中有兩位 表面上很有性格 其實也很有性格 還有很反叛的年輕人 一位叫謝霆鋒 一位叫李燦森 他兩位是我覺得目前 最有禮貌的 其中兩位年輕人 遠遠見到人 就打招呼 李燦森遠遠見到人 就走過來想劈你 這樣帶過來 喂 你好嗎 第二點叫虛 不是腎虛的 那些虛 虛是虛心和虛懷 有一次跟黎智英先生吃飯 一傳媒位老闆 我不是很知 為什麼我會跟他吃飯 可能他有鋪癮 很喜歡找一些 喜歡說話的人吃飯 我也樂得有鮑魚吃 一起去的有陳家尚導演 編劇 陳慶家阿歡 還有林超榮 那我整頓飯呢 聽黎先生說話 比我們多說 我也樂得有時間吃鮑魚 他一直說 我就是用用心聆聽的方法 去聽他說話 當然我們腦空間 大部分去研究鮑魚 是不是唐心 他突然提到一點 他說做人一定要虛心和虛懷 這一點好像很正經 於是聽 他說一個人要虛心才學到東西 一定要有個虛懷 才可以接受到別人說話 若然你已經把你自己的心胸 折到滿了 你根本就接受不到別人的意見 放不下其他人說的話 有時我們會跟朋友 持不同的意見 有時會覺得 對方的說話不合聽 我們黑口黑臉 大家記住 不同的人 對不同的事 是會有不同的意見 你有權發表你的意見 你有權發表你的意見 人家亦有權發表人家的意見 有時我們會爭 但是我們爭論 是因為我們想討論 我們想通過討論去刺激我們的思考 而不是想去扭轉別人的想法 去follow我們的想法 根本沒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絕對的對和錯 例如最近一件事 在座有沒有梁詠琦的粉絲 有啊 我硬硬掛有 梁詠琦的粉絲可能會覺得 他跟鄭姨健走在一起的話 是天公地道啊 是吧 但如果有邵美琦的粉絲在那裡 就會想 哇 這樣還成世界呢 大佬 走那麼久 基本上不同的人 就會有不同的意見在那裡 沒有必要去扭轉對方的意見 記住人家是有權發表人家的意見 第三樣東西叫積 積是積極的意思 也都包括了熱心和進步 積極的人特別多朋友 陽光啊 爽朗啊那些人呢 很受人歡迎 那些陰陰沉沉死成爛錢那些呢 沒有什麼人肯走過去的 進步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人肯進步 那很多朋友會覺得你有趣 你原地踏步都不去進修你自己的 那些朋友很快會覺得你悶 學習和留意身邊的東西很重要 令人覺得你有趣 如果在座邊不是很多朋友的 如果你不是很多朋友 而你享受你沒有什麼朋友 絕對沒有問題 最大單就是 你很想有很多朋友 但是你沒有朋友 或者你很想沒有朋友 但是你很多朋友 這樣就很害怕 經常性發生的 你想多些朋友 想擴闊你的生活圈子 你學一些興趣 香港有幾大興趣可以學 去看球 整個球場跟你一齊 都是說那幾個字而已 你去跑馬 馬迷很厲害 蹲在地上跟你聊兩個小時 在投資站 入到馬場 馬迷不僅人與人之間溝通做得好 人與馬溝通之間做得好 我見過一次 馬迷落到沙圈 見到馬王、袁居民在那裡走沙圈 幾個馬迷走過去 小小山 馬迷… 物理的沙圈 通通得很好 好好談 那個騎屍沒有人去理 為什麼 不太明白 第四樣是說是讚 讚人比談人好 如果你稱讚一個人 談一個人 都要用我的腦去想 有些人特意用脑去想一些绝物的痰人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呢 樊鼠都是想 为什么要浪费力去做一些负面的东西 若然浪费力做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早点花几份了 干什么亡居 你可能觉得赞人就托大脚 赞得不用脑 赞得很肉麻 那些叫托大脚 赞得经过脑 赞得真心 赞得其所的 我觉得是一种艺术 接着叫声 胜就是赢了 刚刚说过天下间最傻的事 就是浪费力去做一些大家都输的事 但这个世界上经常发生的就是说 做一件事的时候 不是我赢就是你赢的啦 那当然我赢好过你赢啦 我又不是什么甘地那些 没理由你赢好过我赢的嘛 那大家很多时候呢 人家输得两局就很猛的了 猜妹都是啦 在这时候想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争取一个叫两赢的局面 大家都赢大家都很舒服 说好像很难 就是你说说是容易的 你哪有那么容易的 讲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跟过妈妈去买菜 不过我看到有几个类似妈妈的 看菜在那里 她买菜 妈妈走过菜谱 看到那些芥兰 哎呀 挺漂亮的 那些芥兰 十元斤啊 卖菜婆八元啊 卖菜婆你都黏妈斤的 那么漂亮的芥兰 起码九元斤啊 妈妈就八元斤 妈妈就八元斤 卖菜婆就九元斤 妈妈就八元斤 妈妈买菜婆九元斤 越矜就越硬 越矜就越僵 妈妈卖菜婆见得多风浪 突然说八元就不行了 九元搭一棵葱呢 妈妈说九元搭一棵葱就差不多 终于妈妈就给了九元 拿了一斤 她想拿个芥兰走 但是搭了一棵葱 她很开心 吹口哨 妈妈也都期硬收到她的九元 但是就给多了一棵葱人 在这件事里面 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叫两赢的局面 大家都很愉快地去分手 所以有些时候 大家站得很僵的时候 退开一步去看看整件事 有没有可能做到一个叫两赢的局面呢 因为山水有相逢的 咳咳 第六项叫雪 雪叫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好过錦上天花 錦上天花意思就是你朋友很风光很发达的时候 你会说你发达了 这样也好 但是这些就臭是热闹 雪中送炭在一个朋友倒兜的时候 你都能够行买 伸出你的援手扶他一把 这个行为才是最珍贵的 当然你不需要为了实践雪中送炭这件事 而去吹 或者希望你朋友倒兜的 我总是希望见到你朋友富贵 多于希望见到他们倒兜